兜大招牌 跑馬燈 不斷顯示學生的喉成績 位在臺北車站捷運M8出口 臺大補習班創立了五十年 宣傳廣告詞 要上臺大先進臺大 是不少人的年輕回憶 但前年遭臺灣大學提告 如今法院判決出爐 要求補習班不得使用相同 或近似於臺大字樣 判臺灣大學一審勝訴 補習班需賠償六百二十三萬元 就是有一點點混淆視聽的感覺 可以有什麼保證上臺大的感覺 根據判決書依商標法第六十八條 第一二款規定 有侵害雲告商標權之行為 且有至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 被告臺大補習班則主張 民國六十一年就由 臺北市教育局核准立案 且九十七年於服飾上使用臺大字樣 早於臺灣大學申請商標 針對判決臺灣大學聲明 臺大的品牌形象是眾多師生 共同努力累積的成果 非可任由他人攀附盈利 且針對全臺數十家公司 航號要求停止使用臺大商標 一個判決 我也真的非常錯愕 補習班的這個口碑 不是說用哪一個知名度好的 好的名字就可以找很多好的聲 臺大化學系副教授徐誠 這臉書表示臺大硬起來了 每次經過補習班的招牌都超傻眼的 更調侃會不會有律師團主動幫 哈佛 耶魯 劍橋等名校 來臺灣打跨國官司 雖然一審臺大補習班敗訴 將面臨罰款 但仍然可以上訴 到底補習班能不能用臺大 可能還有得吵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